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我们这一次全球活动在26号开始 它的卡机之后到现在29号已经过了三天了 那么期间我们最新的限定L2就是我们的Begito Zamas的话其实就没什么特别好去说它 因为它的实力是很坚强的 大家也完全了解得到 那么Begito这个算是比较多争议 这几天其实也一直看到大家在吵吵闹闹中 因为它的实力之类的 那么这一次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 这一张Begito它的实力究竟到达什么程度 我昨天会稍微抱怨一下 主要是针对Begito这个角色 然后如果是以它这样子的能力 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 又会是怎么个情况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去评断一张卡的前度 主要是通过队长技跟它的自身能力 那么这一张Begito它的队长技 无用之一的强大 泛用性绝对是最强的 这个是没得说 然后像L2布马这些都可以放得进去 是属于绝对好用的队长技 那么重点就是处在它的能力这边 那么能力来说的话 一般我们就是会以一张角色 在初期阶段 过度中期的阶段 以及最终中段的阶段 三个阶段来分辨这些角色的那种强度或的失心 这个是一般在做强度考量的时候会考虑到的 就是在初始阶段的时候 我们对敌关卡的时候 会可以有什么生存能力没有 然后在过度阶段的时候 它有办法好好的存活 或者就是因为大火力的关系 可以做到相当不错的存活 甚至就是在敌人干掉我们之间先干掉敌人 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最终阶段的话 对于那种顶尖角色来说的话 就是保命能力以及火力 或者就是它们的功能性 这个都是重点的考量之 那个一写全部都是要考量的啦 那么这一次的话 我就找来三张卡啦 总之其中一张一定就是我们的Vegeto 这个是不用说的 那么另外两张就是五道会悟空 以及气息的全力超市悟空 其实这两张应该说这三张卡 它们都是同样的 需要特定的条件完成 它们才会进入到最强状态 像Vegeto就是需要合体 五道会悟空的话 就要复活 然后全力超市悟空就需要standby之后 才会变到最强 那么这边我就稍微做了一个表啦 大家可以直接看一下 苏蓝双人Vegeto 五道会悟空跟全力超市 我就列出了它们所需要成为最强的力 那么Vegeto这边的话 其实也就是最差的啦 因为五道会悟空 它的复活 它自己能够复活 或者就是靠队友复活都可以 然后全力超市悟空 其实是最简单的 只要自身受到五次攻击就可以 那么最难的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Vegeto 登场五回合 血量70%一下 受到血量限制 那么登场七回合 攻击参加中 需要有未来篇的角色存在才是而已 不管是敌 或者就是罗方 这个其实又加重了一个 这样叫 它的条件 那么这个也是最大 最被大甲口兵的 而且它不是战斗开始 而是自身登场开始 所以这边的话 这个条件就比较不优秀啦 这个点 那么在成为最强前的 我们的初始状态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Vegeto这边 会有四回合的全属葛董 就是我们的空背嘛 然后再加100%的防御 然后无限跌攻防 有条件式的效果拔钳 就是敌人是神赤眼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它的状态 然后如果是武道会悟空 初登场全防 后有高确立全防 在初登场的时候 只要让它尽量去被打 把被动跌上来 它的基础防御力很简单 就可以超过50万 然后效果拔钳 只要敌人一体 就可以确确实实的存在着 这个就是它好用的点啦 在前期的话也是足够强势 而我们全力超市悟空就很轻松 一号位40%减伤 相当高的防御力 初期20多万被打一下之后 30多万 再开必杀之后 又会再更加上升 然后超高确立这个会心 就是被打一下就会触发 那么火力也会有 悟空的话当然火力也是有 然后没有回合式的被动 对超市悟空来说 这个是最理想的啦 因为不管就是树双啊 还是就是我们的五道会悟空 都有那个回合式 可是一个是四回合 一个是五回合 在这边的话 五道会悟空的优秀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然后在 Begito这边应该说 不要讲Begito啦 这个是空背双神的时候 蓝针孔背的时候啦 他们这边虽然说是有无限跌攻防啦 但是就蛮弱势的 前期当然是OK 40出万到50万的防御力 其实是有机会达到 当然就是讲最强他们都是财星的状态的情况下 有连到那个加防连接 也就是临战态势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跌到40-50万 可是那100%不见掉的时候啦 大概就会掉到剩下30-40万之间 这个其实就会蛮影响发挥啦 也就是我们的过渡期这边 回合被动期限过了 或者就是进入待机状态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过渡期的时候啦 前属性GAD就会失效 防御力会减100% 其实这一张直接进入生存危机 也就是说它的中段过程啊 中间阶段的话 是不合格的 这个方面 然后我们就需要考量到 各种各样的战术啊 方式来带它过渡 这边就比较麻烦 可是要过渡的话 也是有方式 也就是说 它每一次登场 我们都把它摆在第三号位来使用 就是第一回合登场 放三号位 再登场的时候 已经是第四回合 可是这时候 还是有全属性GAD的 那个效果在 再一次把它放到三号位 然后等它再一次登场 就会进入第七回合嘛 这个时候 对付攻击参加中 或敌人有未来篇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合体 那么就可以变到最强状态 这个的话算是我们为这一张 蓝神恐辈在这个状态下 找出来的其中一个解法啦 解套的方式 可是会有一点意犹不尽 这样子的感觉啦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它打头阵 然后强势的这样走出来 因为它的全属性GAD的就是我们觉得 可以摆在一号二号位的那个能力来的 可是结果我们需要为了它的那个合体条件考量 而放到三号位 虽然说是一个解法啦 但是会有一点小难受啦 哎这个是没办法 不过这也不 这个难受归难受 但是 但是这也是一个解套方式啦 能够让它好好发挥 队伍就可能结构会要比较强悍一点 一号二号位的那个实力 就需要更加坚强一点 那么 武道会悟空跟全力超市的话 武道会悟空这边的话 在过渡期的时候有一个高确立防御 可是这个其实就 期待度不是那么高 很常会暴毙 但是在这个期间啊 它都是有一个六七十万左右的防御力的 在它的那种连接条件达到的时候 而且就它其中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靠队友的头部来完成条件 也就是我们的GT双人 早早的就做一个复活 就可以让它直接进入最强 这个也算是一个过渡啦 还不错 那么进入待机状态的时候 如果说它自身来进入待机状态 有看过必杀跟棒辅助 不过这个的复活条件 3x skill 的那个效果啦 跟速兰双人的那个合体条件 一样的难搞 自身登场 六回合 那个就是麻烦的点 而且要六回合之后 六回合之后才可以 所以就蛮麻烦 是六回合吗 对不起 我double control checking一下 因为我太少了 自身登场六回合后 没错 血量59%以下 这个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要靠着其他人来做头部这样子的动作 让它成为最强 不过当它进入最强状态的时候 也是十足强悍 大家都是理解 那么超市悟空这一边的话 它是在这三章里面是最理想的啦 即使不在待机状态 没有办法进入 它也有40%的减伤存在 而且被打 只要被打一下 它的那个防疫增加 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所以这一章来说是会比较OK 那么待机状态的时候 还可以帮忙转主再加辅助 辅助加防 两个回合 这个很棒 然后还有就是 刺的猪叶朵 就是每一颗增加10%的减伤 三颗猪之后 它可以全主GOT 这样子的话 可以超过100%的减伤 然后在这个状态下 待机状态下 它会非常的猛 这一章超市悟空是这三章里面 绝对的最强的 最强势的角色啦 这是不用讲的 那么最后当然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最强状态下 因为前面状态来说 真的是要平坤的话 苏蓝双人的话 我会给到它很低的那个评分 这个是大家都是很理解的 可是就 我们依然有办法让它过度 然后进入最强期啦 嗯 然后最后就是它最强状态下 其实Begito的最强状态啦 是非常顶尖的 绝对是可以比肩 我们全地超市悟空的那个状态啦 实际来讲的话 真的是可以的 重点就是大家可以看 那么在它的这个特殊 那种强悍的点我都稍微列出来啦 效果拔群 四珠再加二气 可以让它更好的开到炒毕萨啦 然后行动前的30%减伤 也就是说在有全体攻击的关卡上 就算把它摆在2号位或3号位来用啦 这个行动前的30%减伤 也算是一个蛮坚强的 然后在前期有跌到两次防的话 大概就是47万防左右进场 嗯 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目前大部分的伤害 我们都是可以扛得住的啦 没有问题 服供 行动之前的服供都可以扛得住 那么站在1号位 其实它是相对的无敌样子的状态 有一个高确立的回避 再配上减伤20%行动前 甚至有50%行动后 高确立回避再加上 我们的减伤20% 配上它的连击毕萨所带来的防御高度 哎 连击三次啦 我们只要开到三次毕萨 就有过百万的防御力 这个最强状态下 都是在最理想彩星 再加上连接最优秀的状态下来计算的啦 来做讲解啦 那么它这张Begito 我觉得最优秀的点啦 除了前面讲到的1号位 很势性高的行动之外啦 就是它的超毕萨 为超系队员加50%防御 而且是加在毕萨备力上去 大家可以看像这种 五道会悟空这一张这样子的 这种类型的角色啦 他们的毕萨上面 是没有任何加防的能力的嘛 但是这一张啦 就相等于为他们这些后面的两张卡 带来大幅上升的防御力 假设五道会悟空 100万的防御力 那么Begito开了超毕萨之后 那么五道会悟空的防御力 会变到150万 就是这么个样子的解法 所以它的这一个点 是官方认为给到它非常棒的追加 可是对于无限蝶防的角色来说啦 那么它的效果 就没有一般的辅助防御那么好啦 嗯 但是就是对于那种 开毕萨加防很少 或者就是完全没有的角色来说 就很理想 像是跟它连结比较优势的 我们五周年的 狗吉他五周年的Begito 跟它组成两个结合 在这张Begito放在1号位的时候 为他们后面两张 可以事先带来一个50%的防御加成啦 他们的那个扛伤耐性 会获得更大的提升 这个是我觉得这一张Begito 在功能性面上最强的一点 也也是这两另外两张 所没有的啦 就是可以为队友带来加成 那么这一张Begito的话 就是保底啦 单回合2500万的火力 也就是说 只开了两发毕萨 因为保底就是 一发我们自己吃足出来的 然后一发就是 必定27以上连击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1号位有一个 一个高确立的那个Begito发动 可是不一定触发 可是但是有一定有一个普攻 那么这三下的话 可以保底 配上效果拔全2500万的火力 会达到 但是它的火力全靠 Extra的输出 打得越多 火力就会越高 那么在它的最强状态的时候 是可以进入1万俱乐部的啦 主动剂再加上6年Begito 这么个样子 在6年Begito之后 防御力大概有接近150万这么上下 在2号位的话 嗯 或者1号位的话 应该是1号位才可以达到啦 那么它是很强很硬的地方 那一回合又有必定违避 如果是放在2号位 有4发必杀的话 差不多120出万到30万之间的防御能力在 如果有其他辅助的话 会更高 不过这个就另外讲 因为我们只算它当下了 没有辅助的情况下 在目前的场合来说 实际上是有够用的 至少Begito这个最强状态下是足够用的啦 那么武道会悟空这边 跟全力超市悟空 武道会悟空 国际版的朋友都是相当了解啦 常驻的全属防御 加接近百万的防御力 然后效果拔群 单回合有4发必杀的可能性 然后基础3000万火力是跑不了的啦 因为必定连击1发必杀再加4级的必杀 可能大概千万千万 3000万左右这个上下 然后气弹系必杀高确立无效化这个样子 这个是武道会悟空啦 他也是全在自己身上啦 但是也是很足够的 那么全力超市悟空 在进入最强状态的当下 可以帮队伍回一个778的血量 然后次足的话 有加2气或者加1气这个样子 也是让他很容易的就达到24气 让他的那个必定卫星更好的处罚啦 然后1号位的50%减伤 再加最低36万防 或者被打之后64万防这样子的那个状态 老实说 就自己单体能力来讲的话 绝对是全力超市是最优秀的啦 在这种有条件式的情况下 那么单回合他只有2发必杀啦 可是最基础最强状态的情况下 4000万的火力配上卫星 因为他的那一下啦 我们练满连接跟超市双人做连接 是2000万起头嘛 那么可以达到这个样子的输出啦 OK 这个就是目前来讲我们 顶级角色啦 对比就是武道会悟空跟全力超市 在最强状态下的情况啦 其实Vegeto是不会输给他们太多了 不管就是防疫后的输出上面 不会输太多 因为Vegeto的输出就是靠前期的跌 你跌的越多那么就会越猛啦 但是因为前期比较难跌的关系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前期比较难跌 可能我们就是靠这个刚才我找到了 一四七回合来过渡 然后过渡完之后进入最强状态 然后就可以带动队伍 虽然说是如果这个不是Vegeto的话 我觉得大家会很接受啦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是Vegeto 是可以进入Top10到Top5之间的那个状态 是有足够的强度 然后武道会悟空是我个人认为的UR1 到目前为止 他的强度就大概3000万火力 跟自身的防疫力够硬 然后在防疫面上的话 Begito是完全不会输给这张武道会悟空 至少啦目前他的最强状态 是介于武道会悟空跟全力超市悟空之间 这张Begito 他的最强状态的情况下 那么全力超市这个就没得说啦 很让了大家安心又安定 再配上他的那个灰心基础 火力也是最容易达到数值的 虽然说4000万啊 当下然后不容易连击到 连击到的话可能可以去到6000出万 然后我们的Begito 要连到这个样子的输出啦 那么他的火力就是要需要再多多的努力 可能单回合4连必杀就可以破4000万啦 那么武道会悟空当然也是可以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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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很多人都达到过 4回合6000万 4发必杀之后6000万的火力 所以Begito 他最大的优势点就是他的超必杀这边 他本身的能力是不弱的 只不过就是过渡期这个阶段 真的是太过大危机了 只要就我们就是需要为他做一点保护啦 讲真的作为一个全球活动的角色来说 这个过渡期会这么艰难啊 是让人有一点点的小白颂啦 这个真的是会白颂 但是他的强度还是会有的啦 就有可能就需要花一点的精力来带动他吧 但是当他进入最长张牌的时候 他可以带动整个队伍 这个是他的优秀点啦 就Begito 蓝贝或者就是五周年狗吉他 然后这个组合会很强 一个防疫 一个输出 而且这个Begito的防疫也不算是低 那么如果说要按现在的排名来计算的话 L-O面上的话还是可以排进前十啦 主要就是会被速爽的那一段给拖拉不少 但是如果想考量到靠着头部的方式 这样子一四七回合这样带过 然后可能麻烦一点 未来篇的角色也稍微弹动一下的话 嗯 还是是可以做到一些不错的那个 队伍的那个结构啦 无道技挑战的我们的最难关也是没问题的 嗯 大致上就是给大家了解一下啦 他是有强度的 只不过就不是我们心中Begito该有的那种状态 因为我们心中期望的Begito是火力十足 而不是在功能性上面 你这张会比较偏向防疫以及功能性上面 嗯就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心目中的Begito出了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OK啦 那就是这个样子 好啦 那么在理解完之后啦 我们排除我们就以这个能力来讲 排除他不是Begito的话 你觉得OK吗 这样子的能力 好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